几个队每一口软土书 降成了段 工作以前也经常去 要工作以后每周都要上去两至三天 太多了 年五点了 从九二楼至纽约边 有几个低楼啊 每一块砖什么样 哪哪毁坏 我应该是比较精彩 燕七镇西榨子村 位于北京市淮柔城区西北四十公里 以雄旗秀县驻成的建扣长城围绕着这里 陈玉江是这里的村民 从小在长城脚下长大 如今成了长城保护员 我们长城保护员的主要值得 第一就是对游客进行劝阻 不让游客磕磕野生城 第二要减实长城本体的垃圾 还要对长城进行监测 哪有坍塌 游人毁坏 我们要向山西政府反映 我们上下必须得进行拍照留痕 这个楼子今天是这样 明天有变化嘛 是倾斜了 是坍塌了 事实上游客毁坏了 我们这都要留痕 我们都要及时想入本报告 建扣长城东莲牧田玉 西道九眼楼 这里位于燕山南路 因身世变化 险峰断崖之上的长城 蜿蜒盘缓 号称连老鹰也要养着 才能飞过去的鹰飞倒养 以及北京节 正北楼 小布达拉宫 天梯等景点 也在其中 虽然尚未开发 但建扣长城绝美的景致 却极具吸引力 陈玉江所在的小组 一共有九人 巡检时会随身携带 垃圾带 攀登绳等 不允许队员单独巡检 以保证安全 陈玉江说 保护员们要面对的 最大挑战是体能 最远的我就是 整个这一段 建扣长城 我整个从东到西 穿越我都走过 八个小时到十个小时 就是体能 就是主要是体能 如果体能不行的 你就这么长 2016年 建扣长城启动修缮 在保证长城 本体结构安全的同时 保存了建扣长城的 原有风貌 赢得了公众认可 目前已进行到第五期 在陈玉江的眼中 如今的长城 正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 那个对长城进行破坏 现在几乎就在发现 没有 小时候看它只是一个建筑 现在看它是一个文物 走在陡峭的长城上 陈玉江却很踏实 我们有责任保护好长城 让子孙后代还能看见 只要有长城在 就会有长城保护人 因为他是个文物 他是中国比较重要的文物 如果说没人保护他 这不几天就完了 那子孙后代以后看不见了 我们也是应的责任 在长城在我们的家园 我们也要守不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